过去几年我土豪也带大家看过不少奇葩电影 但是今天这部群鸟震惊与恐怖 绝对可以超越你对电影的所有认识 看题目就知道这是一部关于鸟类的恐怖电影 但是电影前50分钟跟主题毫无关系且毫无看点 我就问谁要看男主在路上堵车 谁要看男主在餐厅点饭 谁要看男主在公司讲PPT 谁要看男主和金发模特女友在汽车旅馆亲热 让我们略过这些毫无看点的内容直奔主题群鸟 一群看着非常贴头的鸟类袭击了平静的小镇 为什么还有鸟俯冲自爆了 而且为什么鸟能发出飞机的音效 鸟群就这样找到了男女主所在的汽车旅馆 他们毫无诚意的煽动着翅膀悬浮了起来 这三只违反一切物理常识和审美的老鹰在这干什么的 是准备三阴占旅部吗 鸟主被鸟叫吵醒 心说这汽车旅馆怎么还有叫早福 解开窗帘一看 哎呀 慈懸浮老鹰 男主说不活 我们把窗户堵住 他就进不来了 于是搬了床垫堵住了窗户 虽然只堵住了半扇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起作用了 当然这不重要 出门后群鸟消失的无影无踪 男女主随机来到另一个房间寻找武器 而男女二刚好在这 记不住谁是谁也没关系 完全不影响观看 男主问男二你这有武器吗 男二说你算找对人了 哥们有武器 于是他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椰架子 甚至连指甲刀都不是 竟然是椰架子 椰架子能当武器吗 我觉得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 大家自己看吧 除了英俊其他没什么好说的 我土豪也算越浪片无数 但是这一系列的画面 真的是直击电影的题目 群鸟震惊与恐怖 有没有群鸟 有没有震惊 有没有恐怖呢 我们都说没有灵魂的特效 但是这特效别说没有灵魂 连肉体都没有好不好 演员也被这气氛感染了 女主竟然在无嘴偷笑 演员不应该受过专业训练的吗 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 无论多好笑呢 我们都不会笑 就被人不住 众人开车逃跑 这鸟是怎么随着车转动的这么完美 男二从车上摸出几把玩具枪 众人算是有了武器 沿途他们救了两个熊孩子 随后在群鸟的围攻下 一行人来到了海边 竟然野餐了起来 什么情况 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看漏了什么 吃完后 女二决定去野外便便一下 于是来到了草丛里 结果当然是被鸟类干掉了 就这样领了盒饭 我都怀疑这剧组能发得起盒饭吗 我虽然不懂电影 但是我懂上厕所呀 这穿着裤子拉便便 我觉得操作流程有点不对吧 同时一名队友 大家继续前行 在路边看到一辆大巴车被群鸟围攻了 于是大家过断开枪 男二的枪还配了点五分钱的声光特效 而男主的枪甚至连声音都没有 我们就看他在那无声的手动后座力表演 就这样一顿扫射和鸟都被击毙了 但是大巴车毫发无损 连玻璃都没破 男二带着车上的人逃生 我觉得这么多人带出来 你们车上也坐不下吧 我都能想到导演能想不到 只是远处飞来一群鸟 对着众人就是一个俯虫 这什么意思 拉了一堆鸟屎在大家身上吗 男二和群众就这样被鸟屎腐蚀而死了 剩下的众人开车来到了森林深处 这里住着一位大神 他告诉众人 鸟类的变异都是因为你们不注重环保 地球变暖造成的 这还是一部利益深刻发人深省的环保影片 不知道为什么森林突然开始起火 众人又继续前行 走着走着突然熊孩子说自己饿了 男主竟然找到了个钓鱼干 于是带着大家在海边钓鱼 你这剧情的割裂感怎么让我想起了某个游戏 过了几秒钟男主还真钓上了一条死鱼 女主也在海边捡了一些海草 这都不神奇 神奇的是他们不知道从哪摸出来了一套炉子和锅开始烹饪 更神奇的是这还是个鸳鸯火锅 男主就把这条鱼原汁原味毫无处理的 放进了鸳鸯锅中配着海草煮了煮 女主把煮好的食物给孩子们吃 孩子们心想我只是年纪小我又不是傻 这东西能吃吗 料理是要给人们带来幸福的 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做厨师 大家陷入了互相推让食物的尴尬状态 还好群鸟及时打破了这种平衡 众人赶紧又一次逃上了车 群鸟开始围攻车辆 这么犀利的攻势 看到我好害怕好紧张啊 不仅我受不了 一只鸟自己都受不了 竟然直接撞车自杀了 你看这电影把大家逼的 突然男主手动后座力的玩具手枪 也没子弹了 大家被群鸟围攻 而且毫无还手之力 眼看就要完蛋 这是天空传来一阵阵 清脆月耳的咕咕咕的声音 是什么 一群up主来拯救大家了 一群鸽子来拯救大家了 好像没什么区别 鸽子赶走了群鸟 鸽子拯救了人类 鸽子才是和平的使者 鸽子才是人类的希望 电影 结束了 不好我看完 久久不能平静 我心想世界上还能有比这部群鸟震惊和恐怖更烂的电影吗 有 那就是群鸟二复活 它和群鸟一都是同一位导演制作的 它就是詹姆斯软 导演詹姆斯软是一位越南裔美国人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费一万美金拍摄了本片 本片的质量大家也能看到 但是没想到美国观众看腻了好莱坞工业电影的俗套 对这种好莱坞农业家畜牧业电影竟然格外感兴趣 电影上映后立即成为小众独立电影的佼佼者 于是有电影公司给导演又投资了三十万美金 让他拍摄了群鸟二 但是群鸟二并没有获得成功 导演现在正在四处找投资筹拍群鸟三 这次他想要的投资额是一千万美金 祝他成功吧 追逐梦想的人是值得尊重的 感谢他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本期应该是土豪春节前最后一期节目 在这里我们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为了我们数年还能相见 大家记得点播关注不迷路 本期抽奖 微博关注土豪影院并转发本期节目 抽集幸运观众送出233元春节现金红包一个 祝大家好运 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号土豪影院 当然不关注也无所谓